英国大英博物馆馆藏文物丰富多元 最近第三度来台湾办展 以100件馆藏呈现人类200万年来的文明发展史 展场第一件作品是来自埃及的木乃伊棺木 棺盖上的彩绘图案揭露了古埃及的信仰和丧葬习俗 棺盖上往生者的脸漆成绿色 借此和古埃及文化里面掌管生命复苏的绿面神奇欧西里斯连结 期盼来世得到永生 棺木的往下看 你会看到他的这个往生者 他的心脏正在被衡量 那么这个目的也就是要来衡量他这位女士 他的生前他的品性怎么样 他的行为怎么样 是不是符合通往一个永生之路的条件 大英博物馆这次精选的百建展品 遍及五大洲 共同的特色就是反映出人类发展史上每一个阶段的生活需求 东非出土的石斧和日本出土的陶翁 是史前时代人类采集狩猎和烹煮食物的帮手 伊拉克境内发现的棋盘有超过四千年历史 堪称是最早的桌游 各地的人像雕刻则满足了百姓在信仰上的需求 同时也是统治阶级塑造权威的手段 展览中也看得到民族和民族文化和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 像是源自中国的青花瓷 传到中东增添了当地特有的红色颜料也有风情 东非坦上尼亚出土的陶器碎片 绿色青瓷来自中国 青花瓷器则源自中东 显示早在西方航海时代前的中世纪 东方的中国和中东贸易经商路线已经远达东非 大印博物馆百品特展选择台湾为亚洲巡回的第一站 同时也邀请主办当地提供第101件展品为展览收尾 故宫安排了清朝咸丰年间 史蒂学者六言修订的中文版世界地图参展 这也是这项文物首次对外展出 早期看到耶稣会是他们引进来的地图的绘制方式 他们都是呈现东半球跟西半球 那么六言它所呈现的是一个南半球跟北半球 用现在的地图去看当时六言绘的大地全球一览之图 其实整个外形各方面都是非常相似的 故宫表示清朝当时的知识分子 希望透过地图绘制唤醒中国人民 看看国外的进步进而发奋图强 故宫提供的作品也呼应了这次的展览主旨 希望观展民众透过仔细观察每一项文物 深入了解背后人类发展的历史 更加提升文化视野 中央设计者洪黄军王怡文台北报道 谢谢大家